來,然後我想這個地方六班同學就問到這裡 還有,他們班還有問別的問題 我要繼續回答 好,繼續回答 來,那個六班的同學他們問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有一點嚇到我 因為很多人錯 你們要不要猜猜看他們問的是填充的哪一題 那一題應該很簡單,但是錯的很多 我跟你講,是填充的第一題 我也不會 你不相信喔 你不相信的話 我現在馬上做一個市場調查 填充第一題,我們問對的就好 你答對的舉手 絕對沒有一半 一半 一二 新唐有嗎? 新唐有嗎? 沒有喔 兩個 填充第一題耶 六班有跨一半的人 對,我們搬進來兩個 好,我們看看填充第一題是不是這麼難 來,填充第一題 哇賽,我的媽呀 來,我們看看填充第一題 他到底這個題目在講什麼 有這麼難嗎? 這個題目給他三個讚好了 來,這個題目說 空間中有一個平面 他的髮向量 好,不要講話,不要講話 來,你要講話你很有時間喔 就回家慢慢講 來,髮向量叫做一三二 然後他在三個座標軸上的結具合 我會寫一下齁 我覺得這個要寫下來 給你仔細講清楚 因為我們班竟然只有兩個人 對,真的太瘋狂了 結具合叫做十一 然後要問你這個平面的方程式 好,來 來,我們來看看這是一個多了不起的題目 竟然可以殺傷力那麼強 讓我們班同學這樣子搞得對不對 好,這麼慘 來,我們看一下喔 同學我問你 髮向量知道叫一三二 這一個平面方程式你會怎麼寫 來,大家一起講 叫做X怎麼樣 加什麼 他講話他加三彎 然後再加什麼 兩倍的Z 然後令他等於什麼 K對不對 我跟你講 你只要算K就好了 K知道就結束了 我只要知道K 我只要知道K 這一題就得分了 對不對 因為髮向量都知道了 SYZ技術也知道 我K算出來就好了 好,那我現在有個問題喔 結具合 我跟你講,數學不好喔 數學不好 有時候不是真的不好 是你 中文不好 好,同學我問你 什麼是結局 你知道什麼是結局嗎 我剛才才講過而已 對 這個平面跟SO交點的S座標 Y座標 Z座標 對不對 把這三個結局加起來 叫做11 我現在問同學喔 這個平面啊 他跟SO的交點叫做誰 來,我把它寫出來 我把它寫出來 這個平面跟SO交點的座標叫做 跟SO的交點你的Y跟Z都是0 所以X就是多少 K 所以他跟SO的交點叫做K00 來寫上去 K0.0 不是嗎 這個K叫做什麼 這個K叫做X結局啊 你懂嗎 這跟X軸交點的X座標 這個叫X結局 那我問你 他的Y結局是誰 Y結局叫做0 然後呢 0 然後呢 3分之K 然後 0嘛 0 3分之K 0 這個3分之K叫做Y結局嘛 那OK 那Z結局是誰 Z結局來 這個 這個交點叫做0 0是什麼 2分之K啊 所以Z結局是不是叫做2分之K S結局Y結局Z結局 所以這個題目說結局合等於11 簡單來講 K 加上3分之K 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2分之K 會等於11 你只要把K算出來 這一題就得分了 我想請問一下 你考試的當下 你看到這個題目 你的感覺是什麼 為什麼 你的想法跟我想法有落差嗎 你是不是不懂幾句這種 不然為什麼不會算 對 為什麼 我問班長 班長 這個為什麼 為什麼 考試當下為什麼 會 沒有感覺 來 我們同層6倍 這裡6K 來這裡加2K 這裡加幾K 這裡加3K 會等於多少 等於66 這裡 11K 等於66 所以同學你的K算出來等於多少 6 你把它帶回去 所以K就帶6 本題答案叫做 x加3y加2z等於6 結束 這個題目從開始到結束 我猜如果你知道什麼是結局的話 大概兩分鐘 有機會把它做出來 如果你知道結局的概念 把三個結局加起來等於11 把K算出來 這個題目應該不會花超過兩分鐘的時間 這樣可以嗎 這一題又班有人問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來 還有一個題目 單選第一題 需要講嗎 單選一要不要講 因為他們班有人問單選一 需要 來我們講一下單選第一題 單選第一題 單選一 他說有一個平面通過一個A點 A點多標叫做誰 叫做4-2-1 然後這個平面 他平行什麼 他平行 平行一個平面 這個平面叫做什麼平面 叫做Zx平面 平行這個平面 那麼請問通過這個點 跟Zx平面平行的平面方程式是誰 問問題的時間要到囉 我們接下來要問誰呢 49 49 沒有49這個 49-39 什麼東西49-39 來抽籤喔 抽籤喔 國賓最喜歡抽籤對不對 來 新唐 新唐 唐哥在哪 唐哥在這裡 唐哥如果不會回答 那等一下我就找我們幫他老大來回答 老大 老大 老大就是立民嘛 立民喔 新老大 老大 立民是他師父 立民是他師父 我們有 這個立民不是我們老大嗎 不是 不是嗎 我新老大 你新老大的是誰 張英軒 張英軒 張英軒是地下版的 地下版的老大是什麼 來我們先問那個唐哥喔 來新唐我問你喔 Zx平面這個方程式是誰 這上課講過Zx平面啊 Z軸跟S軸張開的那個平面 方程式是誰 想像一下 頭學問你喔 在那個平面上他有什麼特徵 那個平面的特徵就是他的Y座標永遠都是誰 0 所以這個平面叫做誰 叫做Y等於0喔 好 我盡量講慢一點喔 頭學你看好這邊 這是空間中的一個平面叫Zx平面對不對 Y等於0 他其實寫成完整的樣子 叫做0倍的X 加上1倍的Y 再加上0倍的Z 然後是不是等於0 我這樣寫你可以接受嗎 然後我問同學一件事情 這個平面 他的髮向量是誰 他的髮向量是不是叫做010 對吧 然後你現在有一個平面 你現在有一個平面喔 跟這個平面是平行的 所以你跟他平行代表你的髮向量跟他的髮向量也平行 他的髮向量就可以來當你的髮向量 他的髮向量叫做010 所以請問你 你這個平面你就假設叫做Y等於什麼 Y等於K就好啦 對不對 其實我跟你講啦 速度比較快的學生喔 他馬上就會設Y等於K 因為兩個平面如果平行的話 他的係數SYD的係數根本就會成比例嘛 那你就假設一樣就好啦 你就設Y等於K嘛 K在變的時候 這個平面就會移動移動 我這樣會不會講太快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你跟這個平面平行 這個平面的髮向量叫做010 你跟他平行 你跟他有一樣的髮向量 所以你這個平面就假設叫Y等於K 對吧 那你說K怎麼算 很簡單喔 K怎麼算 把這個A點怎麼樣 帶進去喔 同學A點帶進去 請問你 你的K算出來的是誰 K算出來的是2啊 4出1帶進去嘛 K算出來的是不是2 所以這一題答案叫做Y等於多長 Y等於2啊 不過這一題喔 出這樣有點過分啊 我覺得第一題應該要給同學信心 對不對 出這樣可能有些人第一題又不知道該怎麼做 第一題可能要出這個 說在空間中A42-1 它的圖形是什麼 就是一個點這樣子 這樣大家就有信心了 好啦開玩笑 欸這樣嗎 問題 欸大家是不是累了 還可以嗎 那個帥哥幫我教一下 他太好了 曾祥玉你還醒著嗎 他好像不行了 沒關係不要勉強 真的累就睡吧 真的不行就睡沒關係 我們啟宣也已經進入夢想了 來同學你還有哪一題需要講 沒關係這幾個講不完 我禮拜一再講 反正這張好卷全部都要講 蛤 你要不要先讓Lady講一下 田中三 你是要講什麼 單選次喔 單選次來 那我再講一個單選次 沒關係講不完 我們下禮拜繼續講 單選第四題 不好意思喔 來宏偉幫我拍這邊 我們看一下單選第四題 單選第四題這個題目 他說假設有一個平面1 這個平面叫做x-2y然後加3-2 好 然後下面他說直線L上有兩個相異點在平面1上 我覺得好 我把這句話寫下來 直線L上有兩個相異點 有兩個相異點 有兩個相異點 然後怎樣 在平面1上 這句話我已經寫完了 然後他問說 則請問喔 滿足這樣條件的直線 可能為下列哪一組對稱比利式 他下面也對你不錯啦 五個選項都對稱比利式嘛 來我這裡有一個我認為是這一題最關鍵的問題 你知道最關鍵的問題是什麼 同學你看不看得懂這個題目 我的意思是說 不要看戲這個上不看 為什麼要看戲呢 甚深的看了一口氣 來 同學我們看這裡 好滄桑喔 高中生活 同學我跟你講念書念不熟的啦 好 好盡量拚 我們剩下沒有多久的時間 暑假就要轉過去 我跟你講就燃燒你的小宇宙 聖鬥士你知道喔 就是跟他拚的 真的就是燃燒你小宇宙啊 你就這一輩子就拚這一次考試 對不對 就盡量拚盡量拚嘛 啊拚完之後就是拚面試對不對 人生就是這樣啊 來 親同生鬥士咧 這個 你看我那時候接你們 講得好像我在接課一樣 我接你們高一 結果你看你們現在長大了 馬上要練高三 我真的很不想再換新的學生 你知道嗎 又要接高一 你要回去接高一齁 那我一進來 你知道第一件事 又要教他垃圾分類 第一 很痛苦 然後第一是什麼 第一就是規定 第一堂課就是聽你講 以後老師寫定義 定義是什麼 定義就是規定 第一堂課就是聽你講 不要再說定義 定義是什麼 定義就是規定 對呀 老師你要從小一點 所以你反倒就是過門咧 我跟你講 國中生剛上來 真的什麼都不會 什麼都不懂 掃地也不會 分類也不會 然後數學 數學也很爛 我跟你講 看國中生數學有些真的超爛 你們這一屆算數值好的 因為你們這一屆是 龍跟蛇嗎 就是你們的數值算是 能念高中的都還算不錯 我跟你講 再過幾屆喔 那個數值真的很難想像 真的很難想像喔 搞不好連詩德運算都有問題 我老怎麼講 那個時候我怎麼講 1加1 3 先撐住 聽說那個高1化學課 有老師要算那個墨網濃度 連那個都不會算的 你不會算吧 會啦 會啦 聽說高1很多人都不會 什麼都不會 來 看一下這個題目 看一下這個 好 反正你們 我還有一年可以爽 就帶你們高3對不對 高3大家一起爽 好 來 而且你們畢業以後 宏偉就不在了 就沒有人快我錄音了 呃 沒有 沒有 我就要再找新的抓交替 再找新的 宏偉 宏偉之前是另外一個學長 宏偉畢業以後又要抓交替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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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能從高1開始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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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翻譯成白話文就是這個意思 他只是把他講得有點讓你看不太懂 你懂嗎? 他就是問你說 下列哪一個選項的直線跟這個平面是重合 他在問重合 他在問是這種情況 但是你看不懂題目 你就會不知道他在問什麼 兩個點就決定一條線 這兩個點都在這個平面上 所以這整條線都在平面上 他們是重合 好那我再問你喔 還沒下課喔 你怎麼知道到底是重合 你要怎麼判斷一條線跟這個平面是不是重合 我們有講過平面有什麼向量 法向量 平面的法向量可以抓出來 來平面的法向量叫做誰 叫做1-2-1 來跟著寫 然後就覺得你應該知道直線有什麼向量 直線有方向向量 來 好啦好啦 快下課喔 大家要轟住喔 我不會耽誤你下課時間 但是你上課時間你要仔細聽 我現在問你 等一下你的選項喔 你是不是要把方向向量先抓出來 跟法向量去做內積 看有沒有垂直 因為如果這條線貼在這個平面上的話 直線的方向向量跟平面的法向量一定會垂直 垂直的話內積會等於多少 0對不對 如果內積不等於0 代表直線跟平面的關係是較於一點 聽懂嗎 但是我之前也曾經跟你們講過 聊聊天來看我這邊 我快結束囉 來 多久我問你 平面的法向量跟直線的方向向量 如果垂直的話 其實它們不一定是重合喔 還有一種情況是什麼情況 可能是平行喔 對不對 可能這條線跟這個平面是平行的啊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告訴我要怎麼進一步去探訪 我上課中有教過 你是不是在這個直線上找一個什麼 找一個點 在這個直線上找一個點把它怎麼樣 把它帶入這個平面嘛 如果說直線跟平面是平行的話 你在直線上找一個點帶入這個平面 一定會產生矛盾 因為這個點根本不可能在那個平面上 你懂嗎 但是如果整條線都在那個平面上 不管你找哪個點帶入平面方程式 一定會成立 所以本題的標準做法就是 先看向量有沒有垂直 有垂直之後再去檢查那個點有沒有在平面上 結果你會發現很幸運的第一個選項 好謝謝各位同學 我們下課